嘿,準備好要吃驚了嗎? 你稱為香蕉的水果根本不是正牌的 多數野生香蕉的籽很大顆又沒什麼肉 甚至很多不能吃 可是,你吃香蕉的時候幾乎看不到籽 這是因為多數人現在猛吞的是香牙蕉品種的複製品 對,香蕉有不同的品種,有超過一千種 這類型之所以卻憑重選的原因是因為無籽 此外還能久放 沒有店家會想要把錢浪費在推銷貨架期短的食物上 對了,實質上來說,香蕉是薑果,西瓜也是 這是因為他們的籽在裹肉裡 所以草莓和覆盆莓不是真的薑果 根據定義,這些是果實,因為籽在外面 可是,柳層的籽和薑果一樣在裡面,沒錯 這是另一個身份錯亂的案例 柳層也是人類的發明,不是大自然的產物 這些是柚子和柑橘的混種 如果你看到綠的柳層,那不一定是酸或青色 它們只是上了防曬 天氣如果熱到它們不開心,柳層就會產生更多綠色的色素葉綠素 保護自己別曬傷 但是,你假如想把青色的香蕉快速轉黃 跟蘋果或番茄一起丟進塑膠袋就行 這兩種會釋放乙烯,有助於其他水果成熟 小去食 沒熟的水果這麼難吃是有原因的 這是因為籽還沒長好 在野外,水果的目標都是被動物吞下去 因為這有助於散播種子 等籽好了,果實成熟換上新的好味道 動物就開始大吃特吃 萊姆,檸檬和柳層顯然是親戚 香蕉也有自己的家族,百合和蘭花 如果你把香蕉葉和這些花相比較 就會發現它們是表青 順帶一提 桃子和油桃基本上是一樣的果實 最終取決於一個決定皮是光面還是毛面的小基因 蘋果也是玫瑰 就像梨子、櫻桃和杏仁 下一次你去約會 帶上一袋蘋果 分享這個小知識 哦,多浪漫啊 奇怪的是 如果你用紅、橘、黃色的甜椒做沙拉 納德豬的這盤菜是三種全然不同的蔬菜 它們都是獨特的植物 也有自己獨特的種子 你看到香蕉 想到溫暖熱帶氣候 但香蕉在冰島也能輕易生長 這裡是這種果實在全球最北邊的產地 我是說薑果 冰島有點有趣 它們那邊種很多熱帶水果 這寒冷國度之所以成功是靠地底下的地熱 去動火山和間歇拳的也是這個 抱歉 負能量蔬菜只是個留言 有些人聲稱身體會分解 比方 萝莒或芹菜 花的能量比它本身含的還多 它們熱量還是極低 一份大約5到10大卡 但你的身體消化這些只要半大卡 野生奇異果 看似大顆毛葡萄 很多人反而覺得這像是迷你版的奇異鳥 所以用它來命名水果 而非顛倒過來 技術上重命名 奇異果本來叫做中國醋利 來點壽司 如果你這雜貨店買哇沙比 99%拿到的不是正牌貨 因為真正的哇沙比很難做 所以通常用辣根加上調味劑 和濁色劑替代 像綠色的 我們現今吃的番茄醬 跟原本食譜的一點關係也沒有 源頭可以回溯到17世紀 中國人用醃漬的魚和香料做了一種醬 後來英國版的又添加了蘑菇 紅蔥頭甚至核桃 番茄醬英文ketchup換了名字 用來指稱所有暗色的醬汁 第一根紅蘿蔔也是全然不同 我們習慣的紅蘿蔔是橘色粗粗的 以前本來都是紫色細細的 紅蘿蔔比其他蔬菜強韌 因為它們能在地底下度過冬天不會凋零 還有 如果你以為小紅蘿蔔完全不同類 那其實並非如此 通常只是把普通大小不好看的紅蘿蔔 削成一口咬的尺寸 本來的樣子太難賣了 切完卻樣貌可口 西瓜和番茄多數是水 試的時候就看得出來 但馬鈴薯也是 大約有80% 所以如果你想要 你也可以集馬鈴薯來杯果汁 欸 我還是寧願用炸的 紅蘿蔔超過80%是水 蘋果則有20%的空氣 所以才會浮起來讓你玩拍蘋果 因此 當你花10塊錢在蘋果上 有兩塊半都去了 空無 然而你卻總是只擔心 錢花在薯條包的空氣上 切開的蘋果比較好吃 這是因為接觸了氧氣 這活化了一種特殊的酵素 讓蘋果成熟 還變咖啡色 敲打蘋果也是一樣 氧氣會從縫隙中鑽進去 然後它就變甜了 接招 德國有位科學家想出如何把花生醬變成鑽石 花生醬裡面有很多的碳 要把它變鑽石 你只要讓它承受極大的壓力 對啦 祝你好運 假如你有在英國點過威爾斯兔 別期待那是一道肉品 這其實是酥脆麵包倒上起司醬 對還真有道理啊 順帶一提 烏斯特醬是意外發明的 兩位英格蘭化學家企圖製造印度魚露 結果那批貨的味道太重不能吃 就被放進地下室 這件事被忘了好幾年 同時也發笑了 等他們想起來 他們想說 欸 可不試試看 結果好吃多了 沒錯 你最愛的牛排醬 現在依舊是用魚做的 你預算緊的時候買的那些泡麵 本來是奢侈品 主要的想法是 創造貨架齊長的東西 幾次嘗試不成功之後 發明人終於弄對了 麵要先蒸 乾燥 炸 再調味 這個複雜的過程 在過去 讓泡麵比大家習慣的新鮮麵條更貴 讓我們回到18世紀 據傳有個叫做約翰 夢塔古的人 真的很愛打牌 有多愛 懶得休息吃午餐的那麼矮 所以他就叫人把肉 塞進兩片麵包中間 這樣他就能邊打邊吃 還能保持紙牌乾淨不油膩 夢塔古是第四代三明治伯爵 因格蘭成正名 發明炸玉米球也算他的功勞 沒 你說對了 三明治 另一個著名的食物傳說 人家說洋芋片也是意外做出來的 在1853年 有位消費者在一家以薯條出名的餐廳吃飯 客人對薯條不滿意 說 太粗了 等廚師煮了更細的 挑嘴的客人還是抱怨 後來廚師火大了 就把馬鈴薯切成紙片一般 再去炸 意外的是 這位挑剔的客人很愛最後這道 起司泡芙 是從垃圾起家 回歸1930年代 愛德華威爾森 在動物飼料工廠注意到有些玉米 從某台機台流出來 威爾森不解於這一長條 所以他拿回家試著調味 他也注意到 玉米泡芙接觸空氣之後會變飲 實驗成功 繼而成為世界著名的零食 巧克力巧酥餅乾的發明 幕後有著各種故事 有個說法是 某位女士把烘焙用的巧克力用完了 決定用碎的普通半糖巧克力代替 她以為這會平均的融化在麵糊裡 但這些巧酥動也沒動 多美麗的錯誤 嘿 我還沒遇過有什麼餅乾 是我不喜歡的